他們還有其他的 從西班牙 還有從 呃 林國被邀請到韓國參加一個 很有趣的這個夏令 東令營 那他是在記州打 所以大家去記州打的時候要度假 那所以這個 我一開始就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是什麼單位在邀請 那這個邀請的單位叫做 V.O. Garbrandt Lab 就是我們全部的人一起制的一個實驗室 他想要去探討就是說 到底有什麼新的 Garbrandt Model 然後使用一些 許多種的智慧啊 或是新的科技啊 那他的創辦人呢 是在韓國上個世紀的一個成功榮辱創業家 那有點像 Ben 他是說 當他發現他一直在做很多新興的實驗的時候 覺得真的是 這個好像不是很人道 就是想要做一點對這個世界比較有益的事情 那這位韓國的這個創業家呢 他是有一天突然發現這個強國這個三聚心安奶事件 剛剛其實沒有關係嘛 站在隔壁 韓國 不知道有沒有賣到韓國的事 總之呢 他就覺得 欸 三聚心安奶這個事件 他居然 這個 不知道是 三叉公司還是奶家公司 他背後的很多 有紐西蘭的這個 就是畜牧業的這個合作社 然後他就覺得非常的震驚 就是說 他就算是一個很好的合作社 那可是他在這個資本主義的遊戲裡面 他沒有辦法避免掉他所擁有五份的這個公司 去做一些唯一世主的事情 用三聚心安來賣牛奶 所以他就非常的震驚 他就覺得 我覺得好像不能再玩這個遊戲了 就覺得 欸 好像要來做一點 跟社會比較有關的事情 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些社會企業 專門去投資一些社會企業 那 好像最近這個Rumio就找到他的投資了 那總之呢 在韓國的這個 Lab 他們就是 欸 想要把世界各地 做有趣的事情的人集合起來 去聊聊看 到底有什麼新的事情 那 In particular 他也想要讓本地韓國的 各個社會運動的 參與在社會運動裡面的人 瞭解到新科技 新的運作模式 然後大家跟什麼交流 好 那我想要很快的分享一下 就是在 那邊有一個很有趣的 他現在是馬德里市的公民參與委員會的總監 那他本來是在 剛才朋友提到 15M 15M 這個在西班牙的一個群眾運動裡面 他才開始參與群眾運動 他本來是念物理的 那 這個人在參與這個抗議行動之後呢 有點像我們就是在 可能太陽花 或者是 這樣比較大型的群眾運動 可是這個運動結束之後呢 他們開始做的事情是在很多不同的城市裡面 成立了 當地的小政黨 就不是像我們現在是有全國性的政黨 他們在當地的議會 其實他們的議會就是用 政黨票的方式在投票 所以新興的小黨很快就在 各個地方的城市 就是取得一些勝利 包括馬德里 所以馬德里的 這個新的政黨 他就取得了執政 那這個 市長是一位老奶奶 是在選舉前的 大概幾個月 才被他們說 你還當候選人好了 但是因為我們候選人是誰 並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我們是要讓大家群眾 一起來決定這個政策 那所以 那這一位這個 Migao 他就是 這個他們執政了之後 要負責去推動這個公民參與的這個人 那 呃 其實當地有談蠻多的東西 就是他們 包括一月要開始做參與的預算 不過我覺得 我知道 我有看時間 不過我覺得比較有趣的其實是 呃 很多人 就是當地很多韓國人在問他說 欸 其實我們這麼大的群眾運動 包括韓國以前翻賣牛 有三百萬人上街 那沒有造成這個事實的改變 好 那就問Migao這個看法是什麼 那 15M 其實他沒有 立刻的造成很大的改變 那到底這個意義 我們去上街或是怎麼樣 這個意義到底在哪裡 好 那Migao 他說 其實我們這個在做的社會改革 其實都有一個進程 就是說 你一定是先有這些活動 先有這些 NGO 先有這些抗議活動 然後這些人其實他就剛好 create 了一個 space 讓這些人交流 然後呢 才開始會有抗議 然後抗議失敗可能才會有新的政黨 然後才會有下一個步 所以他說 他說 基本上是不可能直接跳到新的政黨 你必須先讓這些人是連接起來的 好 那所以 基本上 嗯 我不知道講什麼 基本上 我想他應該是要安慰韓國人 因為我看很多韓國人 在那天都還蠻 就是 我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都沒有用 然後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那我覺得他講的其實蠻正確的 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個進程 那我們就是必須去 try 它 去做它 做完了之後 如果東西可以累積 那其實進程會更快 那這個就是在你去應該做很多事情 做什麼事情 可能暫時 不會那麼快成功 可是 東西是可以累積起來 繼續做下去的 謝謝大家